都不太高兴是不是 情绪不好 怎么认识的 跟大家说说 之前在餐厅里面吃饭 然后就在一家餐厅嘛 他跟他朋友 然后我和我朋友 当时觉得他挺好看 就找到要了号码 然后就相处着 就回来跟他表白了 认识多久呢 从餐厅那一面到现在 半年多 哦 半年多 今天谁要来啊 我 我就觉得他现在就是 太晚了 经常跟他朋友出去聚会啊 吃饭啊 喝酒 唱歌那些 然后可能早的话呢 两三点就回来了 晚的话可能三四点都不回来 你是说夜里吗 对 然后也跟他吵过很多次 然后就跟他讲 我说不要这么出去玩 多陪一下我 然后他也当时就答应了 然后过不了几天 然后又出去玩 然后后来吵过一次很大的假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在你以后只要出去玩 那我就跟着你 哦 你跟着他 对 然后结果就刚好有一次 在餐厅里面 那是他朋友喊的局 然后我就过去吃饭嘛 然后结果隔壁座就有一个男生 让服务员过来找到要号码 然后当时他又问我 他说能不能给啊 我说不能给 然后当时就没给 然后后来我就去洗手间嘛 从洗手间一回来 就发现他跟那男人 两个人在那边嘻嘻哈 在那边笑 我当时我当时就觉得很气游 我觉得他太敏感了 你知道吗 他管得有点过 就是我平常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 他就会老是跟着我们 像刚刚他说的那个 那是我们朋友一起去吃饭 然后在餐厅里面 一个男孩子 他要一个服务员来问我要号码 当时我第一反应 我是问他 我说能不能给 他就跟我说不能给 我就心里想着 我反正也没有想给他 但是我想让他知道 我是会什么事情 都会跟他说的 然后第二次他问我 一定要号码 是因为他的那个服务员 不会给他号码 他就会主动来问我 然后当时我就想 等于那个男生自己 又过来要了 对 是的 然后当时我是基于 一个人之间的一个礼貌 所以我就当时 没有去拒绝他 我就直接就给了他 就当作是认识一个 新的朋友吧 我也没怎么想 我觉得他太敏感了 太小心眼了 男生说 你看他不会拒绝 是吧 对 女生说我只是把他 当成一种和人相处的方式 我觉得没什么 是不是这意思 对 那就说你们现在 他出去玩 你就跟着呗 那也没什么呀 但我跟着他的时候 他就也不把我当朋友那样 就感觉连朋友都不像 把我一个人 晾在那边 跟他自己朋友玩 干嘛干嘛 也不理的那种 不是我不把他当朋友 是因为他老跟着我出去玩 次数比较多 你说你偶尔去几次 无所谓 但你老跟着 你有没有想过 我玩的好的朋友之间的感受呀 他们是不希望 我老带着我男朋友出去的 为什么呀 这是男朋友吗 大家在一起玩 因为几个都是女孩子 哦 都是女生啊 对 没有任何男生 就带他一个 别人就说 我怎么带了一个尾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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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